专家认为这些借气台可能就是祭拜台 在对这些土墩进行实地勘察后 专家最后证实 这些大土墩就是西汉古墓群 它们有规律地分布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 四阳位于古四水之阳的地方 从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篡位 西汉中央政府在如今的江苏地区 曾分分过五个诸侯国 楚国 吴国 江都国 广陵国 四水国 徐州的楚国墓 扬州的吴国墓 江都国王墓和广陵国王墓都已经发掘 唯独四水王墓还没有发现 这些古墓会是四水国的亡陵墓葬吗 由于墓葬不断遭到盗墓贼的破坏 考古专家决定对四阳汉墓群 进行抢救式挖掘 经过不断勘察 最终选择外观保存较为完整的 陈墓和大清墓 大清墓汉墓占地七千平方米 陈墓在大清墓的北侧 占地一千七百多平方米 2000年11月20日 开始了对陈墓古墓的挖掘工作 经过不断清理 一具完整的棺果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座汉墓有主棺和边箱两个部分 专家在边箱部分共出土了75件文物 这些文物中有青铜壶 青铜顶 漆盘 耳背等 出土的一架古色长1.6米 宽0.5米 除了古色还发现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器物 随后将主棺打开后 眼前的景象不免让大家有些失落 主棺内除了一具古人一孩 就剩下为数不多的随荡器物 这时 在整理边箱文物的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件